酒店陸續恢復營業 但全面改採實名制 客人玩得不盡興 現在蓋轉網私人招待所 業者腦筋動得快 搶商機 竟把民宅蓋裝營運 業業生哥鄰居受不了 這個招待所隱身在民宅一樓 四月才完成裝潢 整樓約有50瓶大 據了解 還是大同區知名酒家二代開立 大白天有清潔人員 推車進入打掃 但到了晚上出入複雜 每次來都是一些黑衣人 會害怕 可是你也拿他沒辦法 26號起 警方連三天周邊路檢 都沒查到營運 早在20號 民眾兩度報案檢舉 警方到場 只有人唱歌 沒有女子陪酒 民眾事後投訴 警方推託 噪音不是他們業務 違法營業要由商業處認定 但其實如果有查獲實證 就能依照社違法 開罰妨害安寧 事後持續列管搜證 涉及這個營業的部分 我們會向市府申請點個警察 那會像可能 像商業處 消防局 監管處 之類的各相關局處 會同一起 我們來做一個 確認的一個動作 江聯合市府單位警察 畢竟誰都無法接受 鄰居是私人招待所 就怕不止噪音擾人 連同色情侵入住家環境 記者郭先生王宇竹 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